每日人物许巧一报到近日 这家京华一小区有两名业主 一口气购下327个车位 导致小区停车场出现大量空位 但无法停车的情况 也把小区其他居民强烈不满 这两名购买327个车位的其中一位高速每日人物 他因当国社区书记 与盖小区房地产开巴烧的一位劳总认识 所以有机会买下这327个车位 另一句王洪亮透露 8月4月经华市电社区 找到他与攀山中二人了解情况 乘卖卖无问题 不存在腿车位 迄今王洪亮二人购买的车位已卖出15个 均以13万左右卖出 经媒体报道后 王洪亮二人已将此前标价16万的车位价值12.8万 小区开发商出具的打包出售327个车位 的证明购买车位当事人之一 系列10岁的前社区劳书记 趁目前已卖出15个 2014年 金华泰的金水湾小区房子完成交付 小区地下停车场共有720个车位 今年3月31日之前 一共卖出393个车位 之后 小区开发商派的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将小区剩余的327个车位 以每个车位12万的价 隔卖给了两位小区业主王洪亮 与攀山中 时隔三个多月后 小区居民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 获知 327个剩余车位已卖出一室 有部分居民是看到车位上了的锁 才得知这327个车位均已被人购买 与此同时 小区停车场出现大量空位 但无法停车的情况 这引发小区其他居民强烈不满 8月6日下午 每日人物联系到其中一位 购买大量车位的业主王洪亮 据王洪亮介绍 自己今年60岁 退休后在外做项目 儿子在上海工作 王洪亮向每日人物 回忆当时购买的情景 他趁 之前曾在一个社区当过社区书记 该社区正好在开发商派的房地产公司的隔壁 因此与该公司的一位老总认识 今年3月 该公司老总找到王洪亮和攀山中两人 询问是否愿意购买生鱼 和327个停车位 我和攀山中是老朋友了 我们两个做事 还是比较公道的 他问我们要不叫 我们一想行的 都是做生意 对吧 就这样 王洪亮和攀山中两名业主 一口气购买下327个车位 每个车位12万 共计3924万元 另一句王洪亮透露 8月4月京华市建设局 找到他与攀山中二人了解情况 称卖卖无问题 不存在退车位 目前 王洪亮二人已将车位降至12.8万 据此前媒体报道称 王洪亮对本小区业主售卖车位 标价一个车位16万 优惠活动期间14.8万 至8月底结束 王洪亮称 上述的购买车位 已卖出去15个 几乎均13万左右的价格卖出 当事人回应 上帝所不让其他车辆进入 的所是我购买的 但数起来是 其他业主做的此前媒体报道 开发商在时隔三个多月后 才告知小区居民 327个剩余车位已经买出一室 有部分居民是看到车位上了的锁 才得知这327个车位群里被人购买 与此同时 网传一份在停车场门口 也能看到物业贴出的 无车位车辆 一律不能进入地下车库不通知 落款时间是7月1日 放置在地下车库门口的车位管理通知 他的金顺安地下车位上帝所的说明 受访者公图对此 王红亮 上述停车门口的通知 早在5月开始就有了 据他向每日人物出示的一份 他们给物业的地下车库上所的说明 物业答应安装的门件始终没有装上 才没有实施 王红亮表示 今年6月 他从其他业主那里得知 业委会要以1560元 一年的费用将他的车位出租 此前有媒体报道着 业委会否认了出租车位的事情 但承认收取了管理费 王红亮向每日人物出示 和业主委员会的恢复记录 该记录显示 没有卖掉的车位随便停 而这些车位正好是王红亮二人 购买的那327个车位 于是王红亮和攀山中买来的锁 放在购买的车位上的锁是我们装起来做个标志 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将了锁竖起来 阻止过任何一辆车进入地下车位 的锁全部是他们其他业主竖起来的 我去放下一次 他们竖一次 一次竖二十多个 后来我就放在那里了 不管了 王红亮补充衬 最爱的也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我们下期见 与新闻取得到 从小鉴体的 如果不关注